今天NBA本周的新秀榜公布 新科状元秀斑马弯比重回榜首 马次队虽然已经遭遇了18连半 但斑马在过去的6场比赛中均拿到了两双 包括本日球队119比82 惜败于胡人这场 他21投11中 3分球5投4中 罚球7发4中 贡献30分13篮板6风干3抢断的数据 尤其在第四节连续命中3分 让球队看到了追平希望 不过关键时刻的罚球不中 5次失误和6次犯规也偏多 让斑马错失赛季第二个S的评分 此一他的表现足以给到A加 大家好我是Terry 过去的三场比赛斑马场军送出5次封盖 而其每场都贡献了夸张格扣 让人毫不怀疑 健康的斑马在好好练一两个赛季之后 他的上限会高得可怕 接着本周新秀榜第二的是 雷霆22年榜眼秀Chate 过去的一周雷霆取得了两胜一负的成绩 但相较于11月的超高效表现 Chate进入12月之后 球场效率出现了比较明显的下滑 尤其是在12月7号雷霆输给火箭那场 他只有9投2中 3分球4投0中 得到4分5篮板6封盖 不过接下来的两场比赛 Chate做出了调整 逐渐找回了球场感觉 以Chate的球伤和成熟度 人们不担心他会长期低迷 但在最佳新秀的争夺战中 面对斑马这种劲敌 Chate需要尽可能在每一场比赛中 都打出最好的状态 本周新秀榜第三位的是 黄蜂榜眼师Brand Miller 虽然过去的一周 黄蜂只有一胜三副战绩 但Miller已经连续8场比赛 拿下了两位数的得分 其中6场3分球命中率超过50% 而在今天球队104比115 输给热火的这场比赛中 Brand Miller全场16投7中 3分球10投4中 贡献18分两篮板三助攻两场段 拿到A-的评分 这位来自于阿拉巴马大学的球员 本赛季场均有14.6分 4.2篮板2.2助攻的数据 投篮命中率45% 3分球命中率40.2% 罚球命中率82% 到目前为止 攻防两端都打出了符合棋 卷秀顺位的表现 然后本周新秀榜第四位的是 热火老秀哈姆哈克斯 他在加入热火队之后 几乎没有经历什么磨合棋 就直接于球场上 展现出了极其稳定的战力 包括在今天球队战胜黄蜂的这场中 16投7中 3分9两投2中 罚球一反1中 贡献17分 6篮板8助攻 拿到A加的评分 如果不知道哈姆哈克斯是一名新秀 光看起打球 会以为他在联盟 至少征战了5年以上了 此外 爵士队今年16岁位新秀 朱珠侠克杨蒂教旨 本周升至第五 这位新秀在被提上先发之后 靠着出色的表现 将这个位置坐稳 朱珠侠属于那种 越给他机会 他越有表现欲的球员 但很可惜 朱珠侠在上一场 砍下30分 3篮板7助攻后 今天与爵士 对阵尼克斯的比赛中 扭伤脚踝 只打了4分钟 就殷伤离场 伤势如何 需要等待后续的报道 本周新秀榜第六位的是 活塞50位新秀 来自于OTE联盟的 阿瑟·汤姆斯 他赛季场均有10.6分 8.4篮板 2.5助攻 1.3风感 易抢断的表现 但活塞已经遭遇了21连败 本周新秀榜第七位的是 独行侠12位新秀 德里克·莱威雷 他本赛季有场均 9分8.1篮板的贡献 这名新秀已经成为球队 最重要的拼图之一 有他和没他的独行侠 简直判若两队 而其真正对于球队的贡献 很多无法体现在技术统计上 本周新秀榜第八位的是 奇才七岁位新秀 法国体能怪昆利巴黎 第九位的是 勇士19岁位新秀 Brandin Pozomsky 第十位是一名开拓者新秀 不是炭花大帅哥Handerson 而是二轮52岁位的 Tomani Kamara 他赛季的场均数据为 6.7分 4.7篮板 1.2助攻 兄弟们这本期视频感谢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